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尖叫之夜即将官宣,王一博呼声极高,果然舞台不给了大家太多期待。 临近年末,各平台的活动也是一个又一个的接连开始,这边爱奇艺尖叫之夜要来,那边腾讯星光大赏也在等着,原本这些活动毫无意义,有意义的,不过是娱乐圈的诸多帅哥美女们齐聚一堂,给粉丝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表演罢了。 对于王一博粉丝来说,王一博在哪里哪里就是值得观看的舞台,如今,星光大赏那边尚且不知道王一博去不去,尖叫之夜好似已经确定了。 尖叫之夜已经官宣了第一批艺人名单,他们的粉丝自然是欢欣鼓舞,但王一博对接这边已经通知大家,平台即将官宣王一博,具体时间还未确定,可以多吨一吨,各平台互相传播一下。 如此一来,王一博参加尖叫之夜这件事情,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其实,对于粉丝们来说,能够在舞台上看到王一博的身影,那着实是尤为惊喜的,毕竟舞台不实在是太耀眼了。 散落的华服舞感像阳光那样龙泉,王一博有那么多经验的舞台名场面,或性感,或狂野,或文艺,或明媚,他似乎就是为舞台而生的王一博,每一次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都能够让大家看到他身体里蕴藏着的无限可能和对艺术完美的追求与融合。 作为一个从小学习街舞的孩子,王一博当真是有着绝佳的舞蹈功底,可以驾驭各种类型的舞蹈,更妙的是他能够唱跳同步进行且音调急稳到会让黑字们怀疑他假唱,可实际上,无论是现场观众们的舞台直录还是平台方放出来的现场直播,都能够清晰地听到王一博的唤气声, 偶尔还有王一博唱措词的尴尬。看到这样的情况,还有谁不明白王一博的实力呢? 王一博每一个神级舞台的背后,都是他孜孜不倦地练习与无数个努力日夜的背后和每一个晖汗如雨的时刻, 在王一博宣发博放出来的幕后练习中,伴舞们在休息,王一博还在练习,伴舞们去吃饭,王一博还在练习,即便是练习到所有人都下班离开,他都还在对着镜子熟练自己的舞蹈动作, 由此才能造就每一个百看不厌,各个经典的神级舞台。 年末了,王一博一年一度的新歌发布又要到了,新歌发布后的舞台表演也将在跨年举行, 但在此之前,王一博又会在拍摄电影《人鱼的间隙准备尖叫之夜》的舞台,这谁看了不说一句敬业且劳累呢? 粉丝们用神的孩子在跳舞来形容王一博的舞蹈时刻,这个形容绝不夸张,王一博的舞蹈次次出圈,无论是参加活动现场还是参加者, 就是街舞活动都能给大家带来绝对的震撼,在舞台上收放自如,丝滑流畅,随随便便一扭,都能让人欲罢不能, 他身上的松弛感是一种对舞蹈的绝对享受才能体现出来的。 那么就让我们再一次期待王一博新的舞台吧,顺便期待一下王一博的装造, 毕竟现在的王一博又开始简直了,舞台博又要出来炸场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